婦人才剛停好機車 下一秒一輛雙載模特車 騎過來當場撞倒婦人 雙載的機車當場摔飛 後座乘客也重摔在地 一路滑行 撞機車很大聲 然後就看到那個妹妹 就趴在地上 對 然後我就趕快把她叫救護車 這起車禍導致後座的乘客 頭部重創 事發已經超過十天的時間 情況還是沒有好轉 盤心三股 命危的商者 今年才剛從新竹磐石高中畢業 叫做吳孟婷 之前曾經參加過 藝人吳宗憲的綜藝節目 錄影人氣翻倍 但是現在卻還躺在家戶病房 跟死神拔河 吳孟婷父母也在IG發文 透露女兒的情況並不樂觀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一起集氣 讓寶貝女兒度過難關 到現在都沒有心情去看 也沒有去警局去問 也沒有去看監視器 我都沒有去看 因為我真的看不下去 吳宗憲得知此事後也表示 吳孟婷比賽的表現傑出 年輕的生命讓人痛心疾首 也同時為他祈禱能盡快好轉 吳孟婷畢業後打算要考機車駕照 17號上午11點多 他坐上朋友機車前往新竹接力所 卻在疫民路上發生意外 網友紛紛留言幫忙加油打氣 希望他能挺過這一關 靜新聞張建文 許惠美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